这是主机位吗 这个有意思 哦真的吗 不行吗 厉害 华为 这什么东西啊 今天的采访挺特别的 还没问我 什么纪录片的契机啊 为什么拍这个纪录片 这跟我们没关系啊 你们其他的所有的媒体都要问我 你为什么要拍纪录片 工资高 数据很高 但是对工作的要求太高了 非常的严格 尽量避免某一个预设来去拍 所以我就故意不预设吧 大家都很忙啊 最忙的岗位是估计那个郭总吧 郭平总吗 对 印象鲜刻的是天才少年吧 他的工资你知道吗 受打击了 比我比我高很多 说中文 还有蹭蹭东西 我现在饿了 你看 肚子 咕嚕咕嚕的 可以一边去一边采访吗 静语 因为华为大嘛 哈哈哈哈 感觉很细的感觉 他做的事情很细的感觉 嗯 当然任奸飞吧 啊 啊 哈哈哈哈 不行吗 呃这个我我我大概做不到 哈哈哈哈 哈哈 你有兴趣吗 没有兴趣 真的安排的话 我真的想去开发最新的手机的货台 或者从来没有公开过的 嗯 就是未来的技术 很感兴趣 黑科技 黑科技 对 他们特别的国际化的企业 所以他们的思想啊 很开放 而且他们的细角 也特别的开放 很国际化 这个点蛮欣赏的 因为就比较重视研发部门嘛 这个跟其他的 呃 大公司不一样的点 就一直在研发 呃 怎么讲 他们对自己的研究非常感兴趣 除了 除了自己的研究 都不感兴趣的感觉 对 就很典型的理工男吧 就中华溜里的服务员 嗯 因为我喜欢吃那个中国菜嘛 满意 帅 应该喜欢吧 三个回答 当中有一个是假的 对 你觉得哪一个 帅不帅那个吧 你过分啊 哈哈哈哈 你过分啊你 你过分啊 那我们就收工了 好谢谢 辛苦了 谢谢 所以你确定不要剪这个片子的后期吗 为什么我要剪 哈哈 不用自己剪啊 哈哈哈 哈哈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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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